日本人把這個電車 做一個稍稍的改裝 所以裡面可以放很多人 這個情形 對於台北市場塞車的話 也許柯文哲市長 應該認真看一下 說不定我們可以拿來用 像最近大家都在講內湖 可是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日本關係金板電車 他們所做的其實有點不一樣 事實上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其實你知道在捷運車廂裡面 對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椅子是可以上下 所以現在它是下來 沒有錯 我們先講 這個其實不是他們最新的車廂 你知道這個金板 五千系的這一個電車 事實上已經浮移了多久你知道嗎 將近有45年左右 他不以前就這樣做了 他其實是一個老車廂 可是他把它改裝了 改裝的意思是這樣 其實車廂裡面最佔空間的 就是椅子 椅子你大概只要 雖然一個椅子 看起來有三個人可以坐 可是光那些硬體或什麼的 其實講真的 你還可以佔不少人 如果真的擠的時候 他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他這個原先的電車 事實上他把它改裝成有五個門 你五個門的時候 你本來在這個所謂的 不是尖峰時間的時候 我要增加座椅量 所以他的椅子就降下來 你這個車廂裡面 事實上只有三個門可以進出 人比較少的話 椅子可以多一點 對 可是當你上下班 那個巔峰時間的時候 沒關係 他就把一組門 把後面那兩個門 他椅子就往上伸 然後門也可以打開 他還是方便進出 你椅子伸到上面去的時候 事實上你又不佔空間 你又不能 你不是每個都這麼高 會敲到頭嗎 你這上去之後 我那個空間給空出來之後 你要上下車 是不是就很快 方便 你人多的時候 事實上我那個地方 還可以再多做一點 所以你看他就做 這樣的一個改變 文胡先生需要用這個 你想想看 他根本沒有再去 跟你買新的車廂 不去做這些事情 他直接怎樣 活化你的這個老車廂 自己改裝可以 就改裝了 並沒有特別貴 可是他另外做一個方式 就是說如果你趕時間 沒關係 快速交難 你付多一點錢 我可以讓你速度稍微快一點 你就可以了 比較快達到下一個問題